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 明天开家长会 请各位务必请家长来 小五 每次都是你没有叫你妈妈来 这次一定叫你妈妈来哦 老师 可是我好久都没见过我的妈妈了 小五同学 别找借口了 明天必须请你妈妈来 不然你就别再来上学了 唉 小五 你的妈妈去哪里了 我怎么一次都没见过 我妈妈被比比东抓起来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别哭了小五 我听说每天凌晨的时候 小镇就会出现一条超南的大摆锤跑酷 跑酷的终点有一个老爷爷 听说他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也许他可以帮你 真的吗 我也只是听说 你可以去试试 好吧 第二天一大早 天都还没亮 小五将信将疑的去小镇寻找跑酷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找到那条跑酷 让老爷爷帮我找到妈妈 让妈妈给我开家长会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我的妈妈了 我好想我的妈妈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小五成功找到了跑酷 就是这条跑酷了吧 终点果然有个老爷爷 快点通关跑酷吧 放关成功 恭喜小五 你成功挑战了大摆锤跑酷 你现在可以拿走这里所有的奖励了 神仙老爷爷 我不想要奖励 我听说你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我有一个很难的请求 你说说看 我的妈妈被比比东抓走已经很久了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我的妈妈 我很想念妈妈 这个好说 我现在就帮你找回你的妈妈 你闭上眼睛 稍稍等待一下 好的 我这是在哪里啊 我不是被比比东抓走了吗 怎么会在这 妈妈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好想你啊 傻孩子 妈妈也想你啊